我國EUE將從現行四個月延長至一年 不過平均薪資卻只有6500元左右 多年未調整 軍方希望以最低工資為基準 把EUE薪資拉到25000元 以調整EUE福利作為福益誘因 但主記長朱澤民則表示 因採用最低生活費 只同意拉高到15000元 朱澤民強調 EUE薪資調整必須考慮兩件事 EUE不屬於受僱關係 需考量志願液與EUE的薪資差距 若差距太小 對志願液不公平 不過基本上他尊重國防部的意見 國防部二屬號例行記者會上 發言人孫立芳表示 兵役延長目前正在研議中 需透過行政院高度 綜合相關部會意見 做詳細規劃 關於新享待遇 目前朝向配合相關單位 提議15000元作為生活費 配合兵役延長相關政策 台北市裁判報導